哈喽,A卡时尚的朋友们,大家好,我是廖昊然 就是,还要走两号时,你的心情怎么样? Taxi 这些小巷每天是定时定点的会,会来穿这些小巷,每天是定时定点的会,会来穿这些小巷。 在这里喝奶,但是平时时间还是生活在草原,说哇,那只已经大一点了,这么大还没钻奶,那只在自己喝,那只自己喝,自己喂自己。 其实大象需要很多的食物,但其实本身非洲这边的资源就比较匮乏,然后那可能现在大家一直在找新一种很棒的方式,他们就会在所有的庄稼旁边,然后去做蜂巢,然后把蜂巢用线连上,如果大象要进庄稼地的话,可能就会用这个地方, 因为那个线就会把所有的蜂巢给拉倒,然后蜜蜂就用,然后就开始去咬大象,大象非常讨厌,他们看到蜂巢就会,Go,然后就撤掉。 它已经开始咬牙了,它嘴那边已经,没抢,没抢,没抢,它很软,但是呢,它又感觉又很强壮那种。 其实我觉得这次行程更多的还是开心的,当地人也可能他们也是更多的在向我们展示这里的美丽的一面。 我们如果不是真的在当地生活,真的不是一直参与到保护大象的工作中,可能很多危险的阴暗的东西是我们见不到的。 比如说真的亲眼看见这种大象,可能那个大象你也知道它是什么,它倒在你的面前,整个面目全非,因为去掉象牙的话,整个大象它们需要消掉大象的半个面目。 我希望通过我的视角告诉大家这里的人在做这样的努力,这里的大象,你们什么人欣赏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